鬼一修仙世界第121章战后,第121章战后,被轰飞出去的两位浮尸大人,他们嘴角一出一丝血,那长大的身体已经回复原状,他们的爆发期过去了,不过他们来不及为爆发期过去而感到颓丧,他们只是满脸愕然看着前方,他们抬头的第一眼就看到手持巨刀的周凡将鬼新娘的左背斩了下来,鬼新娘发出震的耳膜发痛的力叫,他第一时间朝黑花叫冲去,但周凡早有预料, 他巨刀第二刀疾批的方向正是黑花叫的方向,甚至比鬼新娘想冲出去时还要快上一丝,那是因为物曾跟他说过,乌黑花叫是鬼迎亲本体的桥梁,他只要沾入花叫内,就能从其他花叫出来,鬼新娘不敢应接巨刀,他一个横移,避开了这刀,但是也丧失了进入花叫的机会,周凡一个急冲,他巨刀继续扫向黑花叫,刺辣声响起,花叫被巨刀切割得支离破碎, 鬼新娘张开乌黑的口发出愤怒的吼叫,周凡冷笑一声,他巨刀又朝鬼新娘斩去,鬼新娘对巨刀十分忌惮,被打得连连后退,他没了左背,受伤使得他速度也变慢了不少,这一幕看得两位浮尸和鲁奎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想到有朝一日会见到一个利器断武者杀的黑院怪觉如此狼狈, 两位浮尸和鲁奎都看出来了,关键还是周凡手中的巨刀凶猛,刀锋上那凌乱的金线与火焰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发肾,鬼新娘被缠住,每当他想逃,那巨刀就会斩来,使他逃不掉,他怒吼连连,居然一个月跳靠近,劈开了巨刀凌厉的劈斩,腐败又掌朝周凡的胸口刺来,周凡的速度还是太慢了,否则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但周凡根本没有任何闪躲的意思,他只是双手握刀回劈,鲁奎三人脸上露出惨白之色心想完了,鬼新娘发出欣喜的哭吏声,他终于要杀死这难缠的人类,只是他右手那红锐的指甲锋利就像刺中了铁片一样,火花四剑,他的右掌没有刺穿周凡的胸口,锯刀瞬间劈来,从他的左肩开始下拉,将他的身体展开两半,黑色的乌血流了出来,将地下青草染黑,鬼新娘那净起来, 在迟迟的恶心脸融扭曲着,他不可思议看着周凡,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掌没有刺穿这个人类的心脏,他分成两半的身躯有着一道道黑色的血线四象皮筋一样拉伸,试图缝合身躯,周凡脸色冷然,提起巨刀不断劈在鬼新娘的身上,每一刀落下利金服的福利都会锐利切割分解他的身体,血液与碎肉不断飞溅着,又被弹出的炎阳气燃烧着,鬼新娘的身体彻底崩溃了,再也无法弥合, 炎阳气将他的残渠燃烧起来,黑烟向着空中飘去,周凡见此才停下了手,他又看了一会儿,确认这鬼迎亲的本体应该是被消灭了,远处左右两只巡逻队也没有了打斗动静传来, 物曾经说过,本体一旦被杀死,那些纸杂人与其他花轿都会自然消失,黄毛两位浮尸于鲁奎脸上都是露出欣喜之色,不过他们看向周凡,脸上又露出了复杂的表情,他们本来以为周凡的基础不扎实,实力平平,但今天的战斗表明他们显然是错的,周凡只是力气断,但力气之大,他们只有爆发才能与周凡抗衡, 而且周凡那层出不穷的手段更是让他们大开眼界,难道周凡因为出色的天赋已经被燕归来大人看重收为弟子之类的,这些东西肯定是燕归来大人赐给周凡的,周凡没有多想,他展露实力一来是无法子,二来是以他现在的实力加上手中的东西,他无拒村内的任何一人,可惜的是,周凡看向自己手中的巨刀,巨刀上立金服的符文变得暗淡无光起来,这立金服服力几乎消耗殆尽, 这实在是让周凡感到心疼,这立金服可是价值两条灰虫的,用一次就差不多废了,万幸结果还算不错,这鬼迎亲怪绝总算被消灭了,但很快周凡他们脸色变得沉重起来,两支巡逻队回来,他们为了抵挡住那数十指扎人救援,损伤惨重,要不是周凡他们消灭鬼迎亲本体迅速,还会有更远处指扎人奔跑过来持续加入战斗,那巡逻队损伤更严重, 周深深与罗列田只是受了些轻伤,但六十七个巡逻队远死伤一半,最让周凡难过的是,寿侯的左背没有了,只剩下右背的他陷入了昏迷中,对不起,我只能做到这步了,和曹低头轻声说,他满连血污,是他将寿侯救了回来,他救寿侯是为了还当初周凡的指点之恩,周凡叹了叹气,没有说什么,巡逻队陷入了低沉哀伤的氛围中, 即使他们赢了,但这种胜利并没有什么太值得庆贺之处,一半的死伤率让巡逻队与三丘村的未来都蒙上了一层阴霾,周凡与黄浮诗四人坐在营地屋内的椅子上,除了鲁奎受伤太重,没法过来,村里能说得上话的都过来了,五人都脸带欲色,罗列田苦笑道, 我统计了一下,现在巡逻队能继续进行巡逻工作的,只有29人,这样的人数就连单纯支持直白货职业一边都不够,我们必须想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才行,要是不尽快解决,这样的人数无法承担其日夜两条防线,迟早会有黑油怪绝窜进村子里面来,黄浮诗冷着脸道,只能强制征召,他们不想去送死可以,但在村子紧缺人手时,就不允许他们再拒绝加入巡逻队, 黄浮诗的话没有任何人反对,他们已经将能做的都做了,村内的那些人自然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事就交给村政罗列田去做,在场的舞者都同意的是,征召自然能推行下去,由于是强制征召,罗列田有信心明天就能凑出需要的人数,至于征召范围,则是按照惯例,将征召授数有短命种向着外围扩散,并且优先征召授数不长的轻壮男性,只有轻壮男性, 才能更好地应对巡逻的危险性,更孱弱的老人小孩女人叫他们过来只是送死而已,回忆修仙世界第122章变异的灰虫,第122章,变异的灰虫,将具体的事情商量完,又安排相应的巡逻人员,就各自散去了,周凡又去看了看受伤的兽猴,兽猴左背没了,但幸好伤势稳住, 算是捡回了一条命,没有多久,村里的人来将受伤或失去的人领走,张木匠来了,他看见兽猴的左背没了,脸上露出哀痛之色,不过骑马人抱住了性命,他马上收敛心情,与周凡说了几句,就与妻子将兽猴带了回去,周凡叹了一口气,要是当时他在,或者兽猴就不会有事, 不过张木匠没有怪周凡,毕竟加入巡逻队,向来生死自负,他也知道周凡已经尽力帮授侯了,他当然不会责怪周凡,但周凡心里终究有些内疚,他收敛心情转身去忙碌巡逻的事,村里的舞者之中只有他没有受伤,要担当起巡逻之责,到了傍晚的时候,歇息足够的骤身身来代替他,周凡与骤身身交接工作,才回到了家中,家中的爹娘早已经知道周凡平安的消息, 但直到见到人才放心下来,又对兽猴没了胳膊一是一阵矮声叹气,毕竟兽猴家与他们家的关系很未亲近,周一幕两人也没有再多说,而是让周凡吃饭歇息,吃饭的时候,小柳过来了,可是他没有进屋,而是在门外唤了一声周凡,周一幕夫妇也知道小柳应该是有话要跟周凡说,也没有坚持要他进屋,周凡走了出去,他看着手拿黄纸灯笼的清秀少女,他温和笑道, 你怎么来了,小柳低声道,今天很危险,听说你回来了,所以来见见你,多谢关心,我没事,周凡心中起了一丝波澜,但还是声音平缓道,小柳抬起头,脸色坚毅道,不管你愿不愿意娶我,我都是你家的人,周凡觉得有些头痛, 但他还是说道,我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我,我们的亲事也结束了,请你不要这样子,小柳没有回应,只是道,你没事就好,我回去了,小柳说完就转身走了,周凡怕他出什么事说送他,他不愿意让周凡送,但周凡坚持下,他拗不过,只能让周凡跟在他的身边, 快要到家的时候,周凡忽然听到身旁传来轻轻的抽烟声,小柳流泪了,他正轻轻擦拭着眼角脸颊的泪,怎么哭了,周凡脸上露出苦涩的笑,是我对不起你,不关你事,小柳轻声道,其实今天我想了很多,我是你的妻子, 在你遇到危险时,我只能坐在家里等着你的消息传来,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想着想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还想着加入巡逻队,与你同生共死之类的,周凡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急声道,小柳,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你一个女孩子去了巡逻队,那肯定是不行的,我知道,我只是想想而已,要是去了说不定还会害了你,小柳低头柔声说,阿凡,你变了很多,周凡沉默, 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答应我,千万别死了,小柳举了举灯笼,放到周凡的面前,似乎想看清他的脸,周凡看着暖黄灯光映照的小脸,心中感到一丝温暖,小柳脸颊红了红,我家到了,你回去吧,要是让我娘看见你,的数落你一顿,小柳打着黄纸灯笼,快步走了,周凡看见小柳进了院门,他才放心转身离去,回到家中的周凡感到疲惫, 但还是坚持完成了扑石似是与炎阳气的修炼,才回去睡觉,再次进入到灰河空间,雾坐在四方桌前,桌上摆放着一个大火炉,火炉内是一块烧红的青石,他一手持搏刃,将青玉盘中的魂鱼割成肉片,放在青石上烙熟来吃,对于雾花样摆出的吃法,周凡见惯不惯了,雾一边吃着鱼片,一边说,没想到连黑院怪诀都让你杀了, 要不是杀了鬼迎亲,我也回不来了,周凡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我更关心的是,我宰了那飞院,会有多少条灰虫,雾继续吃着烙熟的鱼片,但周凡身前灰雾凝聚,装着灰虫的琉璃球显现在他的眼前,周凡定睛一看,琉璃球里有四条灰虫,周凡看着缓缓游荡的四条灰虫, 他心里只是感到冰寒无比,杀死血游有两条灰虫,结果杀了比血游高级这么多的飞院只有四条灰虫,这也太吝啬了,不过很快周凡轻一声,他觉得琉璃球的四条灰虫似乎有什么不同,他很快就看出来了,这四条灰虫比起之前的那些灰虫要大得多,他刚才一时没发觉,是因为琉璃球以前一直离他太远,那些灰虫又太小了,即使大上数倍,也大不了多少,所以他才一时没有看着, 出来,物,这些灰虫是不是与以前的不同,周凡连忙问了起来,这些当然与以前的不同,现在琉璃球的一条灰虫相当以前四条,物头也不抬到,一条相当以前的四条,那就是说他这次杀黑院得到了16条灰虫,这收获之丰富简直超出了周凡的想象,周凡连忙吸了口冷气,让自己平复一下心情,那就是说这种一条灰虫相当于一个鱼儿,即使现在传的这处需要灰虫数很多, 但他也能钓四次鱼,周凡看着板着脸的雾,他心中明白,现在的雾心情恐怕很不好,毕竟自己有了这么多鱼儿,他在想压榨自己的寿命,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当然周凡也没有做死去绩效物,周凡很快就提出要钓鱼,雾挥了挥手,钓杆出现在桌前,周凡看着七色钓杆,他这次没有再选择深挥钓杆, 而是先拿起了墨黑吊杆,他要尽快将爆发段的极品功法吊起来,经过今天一事,他发现自己还是太弱了,他能赢那鬼赢亲本体,赢得太侥幸太艰难了,要不是有巡逻队拦住了纸杂人,要不是有鲁魁他们,要不是有利金服,他今天根本不可能已赢,要是下次再有黑院即怪绝过来,那他恐怕再也难以抵挡, 只有踏入爆发段,他的力气速度靠着爆发提升,这样单凭自己就能与黑院怪绝对抗,他必须要吊起爆发段的极品功法,周凡甩出了墨黑吊杆,回忆修仙世界第123章好运气与差运气,第123章,好运气与差运气,周凡用力一体吊杆,于线末端散成八爪状抓着一本点集,于线晃回来,周凡连忙翻开看了起来,然后他饿了一生,这是一本名为低级怪绝素材, 采摘实录的点集,这点集主要是指点出怪绝有哪些部位可以当作素材,这些素材又有什么用诸如此类的,让周凡有些无语的是书中所说的,低级怪绝,最低级也是白院怪绝起步,这样的书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激乐,要是碰到白院级以上的怪绝,以他的实力,哪里有余力刻意避开可以当素材的部位,能砍死那些怪绝就不错了,正在吃肉的物看到周凡这表情,就知道他没有吊起好点集, 物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很快低头继续吃鱼片,周凡将低级怪绝素材采摘实录这书放下,他又甩出了吊杆,他还有三次机会,他就不信吊不起来, 莫非于现垂入灰盒之内,没多久就立刻绷紧,周凡立刻将吊杆往上一拉,一本风皮红色点集被抓了上来,周凡将于现荡回来的红色点集捉在手中, 他翻开一看点集名是九炉爆燃弓立刻精神一阵,这显然是一本功法点集,周凡又匆匆翻了几页,顿时眉开眼笑起来,是爆发断的功法, 还是爆发断六倍爆发的极品功法,什么功法笑得这么开心,物将于变放入口中,他有些随意问道,周凡笑道, 九炉爆燃弓,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第二次就掉起来了,物的脸色有些黑,他冷哼一声评价道,还算不错, 这门功法要是修到极限,靠着燃烧血气能勉强达到七倍爆发力,燃烧血气只要是后补回来对身体也没有什么伤害, 算是排名前几的爆发断功法了,这些内容九炉爆燃弓里面都有记载,所以物才会说出来, 周凡知道物是因为少了赚取寿命的机会,才会心情如此不爽,周凡笑笑,没有跟他计较, 而是抬头看了一眼琉璃球还剩下的两条灰虫,周凡沉吟了起来, 他还有两次钓鱼机会,现在九炉爆燃弓已经钓起来,他暂时没有太具体的目标, 那是存起来还是继续呢?周凡很快又想到他手上的东西不少, 但四粒金服那种,能对黑怨怪觉有着致命威胁的东西一件都没有, 最终他决定再钓一次试试,还有一条灰虫则是保存下来, 再钓一次当然不会再用墨黑钓杆,周凡走过去将墨黑钓杆放下,换上了深灰钓杆, 在没有明确目标前,自然是随机钓杆收益更大一些, 无论是钓齐丹药,法器还是服,之类的对他来说都有很大的作用, 而且还是两件,周凡一甩身灰钓杆,余线落入灰盒, 很快又拉扯起一件东西,只是这件东西让周凡愣了一下, 居然又是一本点集,周凡从余线上取下这本黑皮点集翻开看了几页, 他的脸色彻底僵住了,这本点集是断冰初解,断冰初解主要是讲述如何断造一本, 把好兵器的点集,但周凡又不是什么铁匠,如果说低疾怪绝素才采摘实录还算有点用, 那这断冰初解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周凡苦笑一声, 物早已经说过,钓杆虽然会根据他的需求钓起他需求之物, 但也会低概率钓起完全无用之物,其中钓起无用之物随机钓杆的概率比起其他钓杆更大一些, 他之前一直没有碰到,这次却是遇上了,物知道周凡钓起了断冰初解,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周凡有些郁闷,由雾的表情来看,除非他想成为一个锻造兵器的工匠, 否则这本书确实就是垃圾,深灰吊杆能有两次机会,周凡将断冰初解扔在脚旁, 他又第二次甩出了深灰吊杆,很快又有东西吊了上来,这次的东西是一个赤金紧囊, 周凡解开巴掌大的赤金紧囊,从里面取出的是一根断纸, 这根断纸比起寻常人的手指还要大一轮,通体幽绿,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根手指没有指甲, 周凡愣了愣,居然吊起了一根手指,这是什么玩意,手指有什么用, 该不会一连吊起两件垃圾物,难道吊起极品爆发断功法后, 自己的运气已经跌到谷底了,物,这是什么东西,周凡举着那根手指问, 物仔细偏了一眼那根幽绿手指道,你打算用寿命还是灰虫来鉴定,周凡道,灰虫, 不过现在一条大灰虫顶过去四条小灰虫,物打断道,这个简单, 我可以将它拆开,琉璃球上的一条大灰虫顿时变为了四条小灰虫, 周凡有些讶异,不过他很快平静道,那好,不过就算是这样, 按照先前约定的,一条小灰虫等鉴定三件东西,点击不用你鉴定, 那你替我鉴定这根手指之后,我可以再问两个小问题,这个没问题吧, 物点头道,如果只是小问题,那当然没问题,物很快就从琉璃球内收走了一条小灰虫, 这下琉璃球内就只剩下三条小灰虫,周凡想再钓鱼也不行了, 物道,你钓到的这根手指是一种名幻,极力指,的灵直,只有力气高段的武者能服用, 服用之后,你的力气就会达到力气高段的极限,这是灵直,周凡看着这根手指, 他脸色怪异起来,他本来还以为是什么怪诀的手指,不过他很快又想到, 这,极力指,的灵直要是只能让他力气达到极限,那岂不是还不如曾经服用过的九转链力单, 至少九转链力单还能提升他的力气极限,九转链力单可是在前进十米前的河流掉起来的, 这极力指也太没用了吧,周凡将自己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物正在用博刃削鱼片放入口中, 他说话也就一时停顿了下来,他将鱼片咀嚼下去后才慢悠悠说, 我还没有说完,极力只能让你的力气瞬间达到极限,免去苦修之功只是他第一个作用, 但他最重要的作用是能让你的力气以后源源不断, 诡异修仙世界第124章外人,第124章,外人,力气源源不断,周凡脸色微微变化, 勿用刀慢腾腾切着鱼片道,就是用之不尽,不用担心力竭的问题, 但这只不过是资料对极力只所记载的而已,实际上, 这源源不断的力气也是有极限的,只不过寻常武者就算拼命使用力气, 也难以触摸到这个极限,所以才会记载会力气源源不断, 用之不解,周凡看着极力只一脸的惊讶,要是这样, 那极力只比起九转链力单好了十倍不止,在现实世界, 要是跟人打斗,全力出手,时间异常不可避免出现力竭,疲惫等问题, 但有了极力只,如果双方实力相当,那比拼的就是谁的力气更持久, 这极力只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一旦遇到实力相当的对手, 他就能用最大的力气,硬生生将对方拼到力竭为止, 周凡又问了几个关于极力只的问题,他确认没问题之后, 他又瞄了一眼斜靠着四方桌的七根吊杆道, 接下来的两个问题,我想用来换两根吊杆的信息, 吊杆之中周凡已经知道墨黑吊杆是点击吊杆, 浅子吊杆是丹药吊杆,深灰吊杆是随机吊杆, 但还有翠绿,火红,金黄,银白四根吊杆一无所知, 拿两根,雾脸色平静问,周凡挑了挑眉道, 金黄与银白吊杆,雾摇头道,银白吊杆可以, 金黄吊杆不行,你想知道金黄吊杆的信息, 需要用一年寿命来换,不接受任何的灰虫, 听到金黄吊杆要用一年寿命来兑换, 还不接受灰虫询问,周凡脸色微变了起来, 这吊杆究竟能吊起蛇吗,在雾的眼中, 这吊杆的信息价值居然会这么大, 不过周凡也知道,雾不会透露任何的信息给他, 他又道,那我换成翠绿和火红吊杆可以吗, 这个可以,雾点头道,那你究竟想知道哪两根吊杆信息, 周凡快速想了起来,剩下的四根吊杆, 三根都可以问,只有金黄吊杆不可以, 也就是说金黄吊杆最为特殊,那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周凡想了一回道,我要问的是银白吊杆与翠绿吊杆, 物想了一下答道,银白吊杆是气物吊杆, 能吊起法器与符,等气物, 至于翠绿吊杆则是灵直吊杆,能吊起的自然是一些灵果, 灵草等灵直之物,周凡听了只是点点头, 那现在就剩下火红吊杆与金黄吊杆还不知道, 火红吊杆可以下次想法再问, 问题最麻烦的是金黄吊杆,需要一年寿命, 当然周凡也可以不给寿命,直接用金黄吊杆尝试, 但尝试是要付出灰虫的代价, 万一吊起来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就浪费一次机会了,周凡早上起来后, 低级怪觉采摘实录,断冰出截酒炉爆燃宫三本点即原本就是三光团, 他手指轻轻触及,就已经装进了他脑海中, 他又将灵直吉利指示话,小心好, 就转身忙碌去了,离了家的周凡先是去了寿侯家看望, 只是张木匠告诉周凡,寿侯还没有醒, 周凡只能静止去了巡逻营地, 清晨的巡逻对营地乱哄哄的, 罗列田果然顺利完成了新队员的征召任务, 带来了三十多个轻壮,这么多新人的到来, 第一时间着手的就是培训,鲁魁的伤已经好了不少, 他也赶来营地帮忙,在鲁魁, 周深深,周凡还有罗列田的帮忙下, 四人分开教导新人,教导完新人已经花了一上午时间, 之后又让队里的老鸟带着新人去巡逻, 由于老鸟人数不太足够,不少老鸟都是一个人带着三个人, 周凡四个舞者也是在下午分别带着几个新人去巡逻, 至于黄毛两位扶尸则是在营地坐镇, 顺便刻画补充鬼迎亲中消耗的福, 画福极为消耗精力, 对黄毛两位扶尸来说, 同样是一种不小的负担, 巡逻对相比昨天的死气沉沉, 显得一切都忙碌而又充满生机, 对于周凡而言, 就是少了很多相识的熟面孔, 多了很多陌生的新面孔, 只能希望村子不要再碰上鬼迎亲那样的黑怨怪诀, 周凡收敛心思, 一边巡逻一边认真教导身边跟着的新人, 直至下午未时, 何曹走了过来, 他是来巡周凡的, 什么事, 周凡看着这位与他一同入队的少年温和问, 他记得何曹也是带着人巡逻去了, 何曹将周凡拉到一边脸色凝重低声道, 营地出了些事, 两位老大人让你回去一趟, 因为什么事叫我回去, 周凡皱眉, 胃骨不想, 那应该不是什么大事才对的, 何曹摇头道, 我不是很清楚, 下午的时候, 有几个外人进村了, 他们来到巡逻营地, 找到了两位老大人, 然后老大人就让我们来叫你还有鲁队长他们都回去, 外人, 周凡眉头皱了起来, 村里会有什么外人会来, 穿越荒野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那些人能到达三秋村, 这看起来恐怕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周凡没有再问, 而是将几个新人还有巡逻的事物交给何曹, 他向着营地而去, 没花多少时间, 周凡就回了营地, 他走向营地经常用来意识的那间最大的黄泥房子, 他赶走进房屋, 就听到屋内传出争吵声, 你们这是想趁机吞并三秋村, 我告诉你们, 别做梦, 这是鲁魁充满愤怒的声音, 何村也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刚遭遇了鬼迎亲, 实力受损严重, 要是再遭遇黑院怪绝席村, 那将有灭村之祸, 一个男子不音不扬的声音传出来, 周凡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内的目光瞬间聚集在他的身上, 周凡也打亮了一下屋内左侧坐着的三个陌生人, 坐在中间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 他的左脸上有着一道猙獰的疤痕, 中年男子左手边的同样是一个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身材短矮, 形容猥琐, 留着长胡子, 八脸男子右边的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男子, 这青年身材中等, 面相平平无奇, 但有着一双过膝的壮实长臂, 三人穿着布衣, 唯衣相同的是腰间别着浅灰福袋, 诡异修仙世界第125章何村, 第125章何村, 这位是, 三个陌生人中那形容猥琐的中年人看着走进来的周凡开口问, 罗列田板着脸道, 这个是我们巡逻对副队长周凡, 周凡只是微微点头, 就走到右侧的椅子上与鲁奎他们坐在同一边, 他不明白情况, 只能闭口不言, 那中年人有些讶异道, 你们三秋村的新副队长, 那你们还有一位副队长乌天巴呢, 他为什么没有来, 乌天巴死的是, 这三位外人自然无法得知, 罗列田道, 乌队长昨晚巡逻一夜, 回去歇息了, 应该不会过来, 罗列田显然不想让那中年人知道乌天巴死了的事情, 形容猥琐的中年人冷笑道, 歇息, 该不会让鬼迎亲打成重伤起不来又或者干脆死了吧, 鲁奎臣脸道, 这与你们莽牛村无关, 和村的是我们不会同意的, 请回吧, 莽牛村, 周凡很快就明白过来, 这是距离三秋村最近的莽牛村, 但就算最近, 那也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你, 形容猥琐的中年人刚想说蛇吗, 但巴脸男子却是一白手拦住了他, 巴脸男子目光阴冷看着鲁奎道, 你们村子被黑院打成这样, 又何必死死支撑下去, 既然你们坚持不肯合村, 那就按照天良里的规矩来, 今天是第一站, 我们在营地外面等你们, 巴脸男子站了起来, 他身边的两人宁笑着站了起来, 巴脸男子朝坐在主位上的黄毛两位扶尸拱手一礼, 就带着那两人走了出来, 巴脸男子他们一走, 屋内的气氛变得有些沉寂, 鲁奎, 罗列田宇宙深深皆是脸色铁青, 很味气愤, 黄, 毛两位浮湿沉着脸, 显然心情有些不好, 周凡开口问道, 有人可以告诉我这河村是怎么回事吗, 鲁奎沉声道, 河村就是要是另一个村子因为怪诀又或者什么原因, 活不下去了, 就可以与另一个村子合并, 从而争取活下去, 周凡争了一下道, 听起来似乎不错, 不知这其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要是单纯是这样, 那鲁奎他们肯定不会反对的这么厉害, 鲁奎脸色发冷道, 听起来是这一回事, 一旦河村, 原先村子的名字可能要被丢弃, 这也算不了蛇吗, 但河村并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是两个强大的村子合并, 那算是强强联合, 但这种若村被强村合并, 那就不同了, 若村只能当作强村的附属存在, 若村可以说是强村的奴才, 藏活泪活泉是若村来做, 要是有怪诀入侵, 也会是若村先挡在前面, 说是强村庇护若村, 其实不用过几年, 若村能幸存下来的人时不存一, 我们这些舞者或许不会怎样, 但倒是可怜的是村里的普通人, 罗列田也脸色沉重道, 蟒牛村之所以想吞并我们, 不仅仅是为了人口, 还有三丘村的资源, 卫股, 兵器库等一切东西, 他们找了一个好机会, 周凡看向黄毛两位浮尸, 他刚才可是看到了黄毛两位浮尸一言不发的, 这让他微微皱眉, 受到周凡的注视, 毛浮尸叹口气道, 这是天良里默许的, 如果一个村子便若活不下去, 那其他村子可以将他合并过来, 这点我们两个也无法说蛇吗, 其实黄毛两位浮尸也不愿意三丘村被吞并, 因为一旦合并, 代表他们的助手失败了, 他们可能会被遣回天良里, 到时他们肯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被发配到更偏远的村子又或者其他更严重的处罚, 周凡有些奇怪道, 三丘与蟒牛村距离不算近,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受到了鬼迎亲的袭击, 要不是知道三丘村受到鬼迎亲的袭击, 这么多年都相安无事, 蟒牛村也不敢到此挑衅说要何村, 黄浮尸倾壳一声道, 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 村里要是发生黑院袭击等大事, 我们必须要用消息符向天良里一栏丝汇报, 我想应该是我们向一栏丝汇报后, 一栏丝里有人告诉了蟒牛村的浮尸, 蟒牛村的两个浮尸与我们两个有些过节, 估计是他们将消息告诉了蟒牛村的舞者, 他们趁此机会找了过来, 只有这个解释才算合理, 这让周凡等人沉默了一下, 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一栏丝也不例外, 周凡又道, 我们不同意和村, 那人所说的天良里规矩来解决是什么一丝, 周深深冷声道, 天良里怕村与村之间因为和村的问题进行火拼死斗, 就定立了一条规矩, 如果和村引起争执, 弱的一方可以不同意, 但不同意的一方要表明自己的实力没有削弱, 村的实力体现在舞者, 这规矩就是若村必须接受三场挑战, 第一场是力气段对力气段, 第二场是爆发段对爆发段, 第三场是三人与三人之间的混斗, 如果若村赢了两场, 那强村就不能再强求, 这三场打斗就是三种层次的比武, 算是从不同层面上考察一村舞者各阶层实力一种办法, 甚至可以由一个舞者单独完成前两场, 如果一个人赢了两场说明这个舞者力气段力气强大, 爆发段那就更强, 这样的强大舞者一个就能很好地庇护自己的村子, 尤其要指出的是只有福师上报天梁里遭到强力怪觉袭击有所损伤, 强村才能向若村发起挑战, 并不是任意时候都能向若村发起和村挑战, 和村只是为了防止若村无法活下去而设的一种迫不得已规则, 事实上官家不赞成河村, 因为两个村子合成一个村子, 一旦遭到强大怪诀一窝端又或者因为两村出现兼容矛盾从而造成内耗严重等问题, 鲁魁道, 这第一场力气段对力气段, 双方都可以派出爆发段舞者, 但都不能使用爆发段的爆发, 只能单纯以力气来比拼, 要是我没有受伤, 那我上, 应该能已赢, 罗列田交集道, 蟒牛村就是知道我们就算赢了鬼赢亲, 也是惨胜, 他们肯定预料到了我们有舞者受伤, 力气段这场迫在眉睫, 明天那场爆发段我们更是难以过得去, 两场一输, 第三场就不用比了, 罗列田觉得最严峻的问题是村里最强的鲁魁受伤了, 蟒牛村的舞者与他们实力原本相当, 但现在他们的情况不妙, 能赢的机会很小, 周凡笑道, 明天先不说, 这场力气段还是让我来吧, 别人都找上门想通过河村将他们当村奴用了, 周凡他也不能躲在后面, 屋内一阵沉急, 罗列田宇宙深深只是隐隐知道周凡在那场鬼赢亲打斗中, 出了大力气, 但他们对周凡的实力还没有清晰的概念, 两人眼神中带着疑惑, 鲁魁的双眼亮了起来, 他差点都忘了, 他可是见过周凡将那把巨刀武的举重若轻, 那样的力气, 他在力气段时恐怕也有些不如, 这怎么都不能说周凡基础不扎实, 黄毛两位浮尸对视一眼, 毛浮尸笑道, 我看行, 那就拜托周队长了, 回忆修仙世界第126章干净利落, 第126章, 干净利落, 周深深年龄只比周凡大几岁, 他眼里透出不服气之色, 他有些冷冷道, 不知周队长现在力气是多少斤, 罗列田也是连声道, 不是有意冒犯, 但这场打斗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我们总要选一个力气最大的去, 周队长你说说你力气是多少, 我的力气是3000斤, 周深深道, 我大约5000斤, 鲁葵叹了口气道, 我本来有6000多斤接近7000斤, 但这次受伤不轻, 能使出3000斤的力气就不错了, 对于周深深与罗列田的质问, 周凡没有介意, 他只是笑了笑道, 那还是得我去, 我的力气约有7000多斤, 周凡还是将自己的力气说小了, 否则16000斤说出去, 实在是太惊世害俗了一些, 但即使这样, 屋内的人皆是暗暗抽了口冷气, 这么短时间内, 踏入力气高段就算了, 还有7000斤力气, 这天赋实在太好了, 难怪能得到燕归来大人的重视, 周凡说他力气这么大, 这下没有人不同意了, 也没有人傻到会质疑周凡的力气没有这么大, 毕竟这种事说谎了没有什么好处, 鲁葵哈哈笑道, 周队长有7000斤力气, 那这场我们就时拿酒稳了, 我们就出去会会他们, 别让他们久等了, 鲁葵会这样说, 是因为他力气断本来就比其他人强很多, 结果周凡比他还要多一千斤, 他不信蟒牛村有哪个人比得上周凡, 只要赢了这场, 这种和村打斗, 是每天一场, 明天那场爆发断, 他们或许会输, 但到了第三天, 鲁葵的伤势应该能好大半, 三人对三人的混斗就未必会输了, 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众人就走了出去, 那三个蟒牛村的舞者正站在卫谷之下, 他们看着周凡等人走过来, 身材矮小形容猥琐的中年人音音笑道, 其实我觉得这种打斗没有意义, 结局早已注定, 何必因为打斗伤了两村的和气, 又何必浪费时间呢, 鲁葵没有理会这男子, 他只是看向八脸男子道, 我们按照天良理的规矩来, 请你们出示准备好的悬臂, 这八脸男子是蟒牛村巡逻队政队长颜龙琴, 他冷冷看了一眼身边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冷哼一声, 他从身上解下一个钱袋子扔给鲁葵, 鲁葵打开钱袋子, 检查了起来, 钱袋子里面装着的正是五百悬臂, 强村可以向一个实力削弱的村子发起和村挑战, 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 强村一旦输了, 那就要付出五百悬臂的代价, 五百悬臂对任何一个村子都不算是一笔小钱了, 鲁葵清点了一下悬臂, 就将五百悬臂交给了黄福师, 和村挑战的裁判是若村的两位福师, 这笔钱要是三秋村输了, 要归还给蒙牛村, 赢了, 当然就落入了三秋村的口袋, 蒙牛村也不怕两位福师在比武中做什么手脚, 因为比武输赢是很显然的事, 输就是输, 赢就是已赢, 想作弊那就难了, 黄福师将钱袋子收起后, 他沉生道, 第一场利器断对利器断, 不允许使用爆发手段, 服, 兵器, 只是徒手比武, 可以伤人, 但不能下死手,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鲁魁与严龙琴都是齐声音道, 毛福师接着道, 那就请双方舞者上场, 记住了, 比武途中, 只有我和皇兄可以出手阻止, 双方的其他舞者谁出手就当谁输了, 阿辉, 利落一点, 严龙琴看向身边的青年男子冷声道, 放心吧, 龙鼠, 阿辉脸上露出轻松的笑意, 他踏前一步走了出去, 你们三秋谁来, 是鲁队长吗? 阿辉看向了鲁魁, 要是全盛时期的鲁魁, 他或者有些担心自己不能已赢, 但就连他也能看出, 鲁魁的脸色有些苍白, 显然是受伤还没好, 鲁魁眼中有些讶异, 他对这青年没有太多的印象, 他本来以为会是严龙琴亲自上场的, 他记得严龙琴的力气极限接近6000斤, 但严龙琴让这叫阿辉的青年上场, 难道这青年的力气比严龙琴的还要大吗? 鲁魁脸上出现了一丝忧色, 周凡却是走了上去道, 你的对手是我, 你, 阿辉脸上露出轻蔑之色, 看来三秋村真的没人了, 居然派出这样一个少年人出来, 也不知道踏入力气高段没有, 其余人都散开, 给周凡与这位阿辉让出了空间, 阿辉捏了捏两边手腕, 他冷笑道, 龙鼠让我赢得干净利落点, 那就不要怪我太用力了, 周凡没有说话, 他只是眼神平静看着对手, 阿辉见周凡不说话, 他心里为怒, 一个急冲靠近, 一拳狠狠地朝周凡的心口雷锯, 他这拳全力轰出, 拳头轰得风声呼呼作响, 严龙琴身边的那猥琐中年男子见此嘴角为, 翘, 阿辉这场他们蟒牛村必定会赢, 因为阿辉年纪虽轻, 但是他们蟒牛村力气最大的舞者, 6500斤, 当然考虑到三秋村鲁魁力气有6000多斤, 来之前, 他们就让阿辉服下了能让力气短暂增幅的药物, 现在阿辉的力气可是有7000斤, 就算是鲁魁没受伤, 他们蟒牛村也大概率能已赢, 更何况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 如何可能是阿辉的对手, 只是这中年男子嘴角的笑意还没有完全露出来, 就彻底僵置住了, 那想笑没有笑的表情很未古迹, 他眼瞳收缩, 能清晰看到在瞬间三秋村那个少年舞者, 只是伸出手掌就将阿辉威猛的一拳轻描淡斜挡了下来, 空中发出拳掌相交的爆响声, 这一切表明着阿辉这拳并不是没有力量的, 但眼前的情景又是如此诡异, 这还没有结束, 那个少年舞者的手掌迅及包裹住阿辉的拳头, 用力往外一甩, 阿辉就像木偶人一样被甩的飞了起来, 他飞出了足足三丈远才砸在地上滚啊滚的, 足足滚了十几二十圈, 才停了下来,阿辉浑身沾满灰尘, 没能爬起来, 这不过是谈指尖的事情, 全场沉急无声, 旁观者们谁也没想到比武一开始就会演变成这样的局面, 周凡朝着莽牛村两位舞者抱全平静问, 够干净利落马, 诡异修仙世界第127章九炉爆燃功, 第127章九炉爆燃功, 够干净利落马, 严隆秦汉那形容猥琐的中年男子没有回答, 他们只是快步向阿辉走去, 他们将阿辉扶起后, 才发现阿辉是晕了过去, 并没有受到太重的伤, 被甩出三丈远的他额头还起了个包, 显然是落地后摔中了脑袋, 就算是爆发断武者, 身体也很未脆弱, 阿辉晕了过去, 那胜负自然一目了然, 鲁奎等人看得有些发萌, 他们也看不出阿辉怎么就被周凡轻松挡下了攻击, 从而甩飞这么远, 不过无论如何都是赢了, 鲁奎、罗列田等三秋村的人脸上很快露出了笑容, 严隆秦与那背着阿辉的中年男子一起走了回来, 严隆秦眼神锐利盯着周凡, 他同样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他清楚知道, 这三秋村突然冒出来的舞者恐怕极不简单, 第一场我们输了, 严隆秦脸色阴沉道, 第二场就放在明天早上, 明天再会, 严隆秦说完这话也不理会三秋村的众人, 带着他的人转身离去, 鲁奎笑着大声讥讽了严隆秦他们几句, 但他们也没有争辩的一丝, 反而走得更快了, 莫牛村的人一走, 鲁奎他们又围绕着周凡一阵庆贺说笑, 才转身忙碌营地之事, 至于明天一战之事, 大伙都刻意没有提起, 莫牛村那边派出的爆发断武者肯定是严隆秦, 两村相邻以前起过数次冲突, 因此双方还算之根之底, 严隆秦的实力很强, 恐怕就算离爆发高段也没有多远的距离了, 以前三丘村里面也就只有在利器段基础很扎实, 从而在爆发断得以扩大优势的鲁奎能与他不相上下, 但全盛时期的鲁奎也不敢说自己就一定能胜严隆秦, 更别说现在伤还没好的他了, 明天一战恐怕是要输了, 罗列田叹了口气, 他也是爆发断, 但他个性慵懒胆小, 最不喜战斗, 所以这些年早已被鲁奎等人超越, 他上去也是打不过严隆秦的, 他摇摇头没有在想, 明天要是输了, 那就第三场决胜负, 一天忙碌匆匆而过, 下直回家吃完饭的周凡就来到了巫后小院, 他拆开赤筋锦囊, 取出了那根幽绿的手指, 手指在黑暗中散发淡淡的绿蚁盈, 周凡脸上露出恶心之色, 他觉得这极力只实在太像人的手指了, 不过他还是眼睛一闭, 就想往口里塞, 只是他还是停了下来, 就算是零职, 在有条件的时候那也应该用水洗洗再吃, 万一有什么细菌就不好了, 周凡回去用水清洗一下, 才又回到巫后小院, 这下他没有再犹豫, 将吉利只扔入口中咀嚼了起来, 绝尽十足的同时还带着一丝甘甜, 彻底吞下去之后, 周凡开始修炼扑石似式来催化药力, 吉利只的药性很温和, 周凡的四肢百海有热流在游走暖洋洋的, 很未舒坦, 力气也随着眼链扑石似式不断增长, 半个时辰后, 周凡就停了下来, 他的力气达到了极限, 再也无法有一丝一毫的增长, 但他的力气也由一万六千斤增长到了两万斤, 一下子增加了四千斤, 这恐怕比一些舞者从中段提升到高段的力气跃升还要多, 周凡能增加四千斤才到极限怀疑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吉利只, 毕竟增长四千斤才到极限确实有些夸张, 周凡轻轻一拳击出, 拳风呼呼作响, 他能感觉到体内的力气源源不绝, 这是吉利只的第二个作用, 能让他的力气近乎用之不竭, 两万斤的力气, 现在恐怕就是稍差一些的爆发高段武者在力气方面也不会是周凡的对手了, 就四鲁奎力气高段六千多斤, 他修炼的爆发断功法是三元爆巨功, 爆发中断的他只能一倍爆发, 也不过是一万多斤左右, 除非他能踏入爆发高段力气才能赢周凡, 当然这只不过是单纯就力气而言, 爆发断爆发的不仅仅是力气, 还是速度, 在速度方面周凡还是远远不如这些爆发断武者的, 但周凡不会永远停留在力气段, 他默默回想九卢爆燃功的修炼之法, 今夜他就要靠着这功法冲击爆发断, 九卢爆燃功点击第一句就是天地为卢西, 造化为功, 阴阳为灰西, 万物为同, 这是创造这功法的那个高人的灵感来源, 他以人体为九小卢, 再将血气融在九卢内, 那时血气就如轰炉的炭火, 提供爆发之力, 九卢爆燃功九卢位置分别是四肢四卢, 五脏五卢, 其中爆发出断凝聚三卢, 爆发中断凝聚三卢, 爆发高断凝聚三卢, 合共九卢, 这九卢凝聚顺序与其他爆发断修炼大同小异, 都是先四肢后驱干, 但九卢爆燃功能分开九卢修炼, 比如周凡在双手之中可以先选择右手还是左手, 甚至是双脚, 不似其他功法, 只能双手或双脚一起来修炼, 这样想修炼成双手或双脚爆发耗费的时间就太长了, 与人打斗时用的最多的是双臂与双腿, 比起驱干爆发来说, 四肢一旦修成爆发效果更为显著, 周凡他考虑了一会, 就决定选双手, 又因为他不是左撇子, 九卢第一卢自然而然就定在右背上, 做好选择, 周凡运转起九卢爆燃功在右背凝聚轰炼, 他的右背渐渐变成了碳红色, 就四燃烧了起来一样, 闭上白色烟雾鸟鸟而起, 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一个时辰, 碳红色的右背吃的一生骤然长大, 黑色的血金鱼长起来的血肌肉快球结绞在一起, 就似一只巨人的手臂, 这手臂比起黄毛浮湿, 鲁葵他们爆发的还要大上一轮, 并且那手臂颜色也很不一样, 寻常人的皆是正常皮肤颜色, 周凡的反而看起来像是燃烧起来一样, 这事修炼了九卢爆燃功而导致的, 仅仅是持续了一小会, 手臂开始收缩, 碳红色消退, 周凡揉了揉有些发酸的右背, 他的麒麟臂总算是炼成了, 回忆修仙世界第128章我来, 第128章我来, 九卢爆燃功第一卢比周凡预想的还要顺利, 他没有急于修炼第二卢, 他还需要花些时间来稳定第一卢, 只要第一卢稳定后, 他才能开始第二卢的修炼, 即使他惯用右手, 但第二卢依然选择左背, 这是为了配合双手刀而使用, 周凡脸上露出笑意, 寻常人修炼的爆发断功法, 那有他一炉一炉来得快, 这就是功法之间的差距, 而且越到后期差距就越未明显, 周凡又估算了一下, 他现在又被爆发最多能支持十五顺, 这在战斗中要好好把握时机才能用得上, 要想有更长的爆发时间, 那就只能等到驱甘的五炉才能增加了, 虎形十二是对他已经没用, 他又快快修炼炎阳气, 炎阳气有很大的用处, 不仅能与他的符, 曲鞋斗叠加, 在没符可用时, 还是他唯一能杀伤那些怪诀的手段, 周凡不会对此而有所懈怠, 完成炎阳气修炼后, 周凡才回房睡觉, 一进入灰河空间, 物就眼神炯炯看着周凡, 呃, 有什么事吗, 周凡被他看得浑身不对劲, 物缓缓道, 你踏入了爆发段, 又熟悉了流光快银刀绝的基础刀术与追风式, 周凡叹了口气道, 你扣吧, 扣完记得给我流光快银刀绝第二份, 物弹了弹指头, 就从周凡身上取走了一个多月的寿命, 然后又将流光快银刀绝第二份传给了周凡, 物给的第二份刀绝正是流光快银刀绝爆发段的刀法, 这部分刀法比起基础刀术与追风式更深奥, 周凡只是简单看了一下, 就没有再研究, 而是准备继续修习基础刀术, 物却是脸露古怪之色道, 你看看你的心口, 周凡有些不解, 不过还是一眼扯开衣巾, 他才发现心窝那灰色圆环的血红数字, 已经由19变成了18, 周凡脸色只是微微变化, 很快变得平静下来, 他早已知道他的生辰在树发日之前, 又与物做了数次寿命交易, 现在兽鼠变成了18, 是很正常的事情, 让他有些没想到的是, 心窝的兽鼠还会跟着变化而已, 周凡没有理会这个, 而是埋头练刀, 物卖悠悠道, 你就不怕吗, 等兽鼠到来的那天, 他就会找上你, 那时候谁也救不了你, 怕, 我当然怕, 所以我才拼命修炼, 希望能达到那增加寿命的境界, 而且要是我不跟你交易, 我恐怕早就死了, 所以我不后悔, 周凡一边挥刀一边平静道, 清晨, 黑幕渐渐练去, 一夜不睡的皱身身正盘腿坐着, 看着那灰青的天穷, 雾气凝结的水珠有些近, 是他的依居, 他那双剑眉也隐隐有雾珠凝结, 但他那双眼瞳依然显得神采奕, 经过一晚苦练, 他突破进入了爆发高段, 这是除开村里两位老大人外, 他算是现在三秋村爆发高段第一人, 就算是鲁魁也卡在爆发中段好长一段时间, 现在他骤身身后来者居上了, 爆发高段的他凭着两倍爆发力气达到一万六千多斤, 现在就算是全盛棋的鲁魁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想到这里, 骤身身一向冷然的脸也难得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站了起来, 用右手无名指轻轻胆去眉间的寒珠, 整个人也变得气欲轩昂起来, 今天这一战还是得靠他骤身身才行, 他会亲手击败蟒牛村的巡逻对长颜龙琴, 确认自己在三秋村第一人的位置, 只要年尾鲁魁无法踏入爆发高段, 那去天梁里的名额自然也是非他莫属了, 骤身身又想起了周凡, 他脸色复杂又发出冷哼一声, 周凡再也无法威胁到他了, 他不得不承认, 自从发现周凡成为舞者后, 那快如绝伦的刀法, 在老大人们帮助下斩杀黑怨鬼迎亲 以及昨天那场催哭拉朽的胜利, 都给了他莫大的心理压力, 曾几何时, 他可是被誉为三秋村最具天赋的舞者, 但周凡一次次的追赶都让他有种不如周凡的感觉, 最终这种压力使得他昨夜回来之后 彻底在修炼中爆发出来, 这有了昨夜的突破,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他算是三雾透三元爆巨公在爆发高锻炼法的这句诀窍, 常见出窍, 如一红秋水般明亮, 映得他那双寒眼有些发亮, 自今日史, 他皱深深要为自己证明, 皱深深常见轻刺, 抖了个剑花, 演练自己最为熟悉的那套剑法, 待到状态调整到完美后, 他才收剑入窍, 匆匆吃了点东西, 皱深深就离家来到了巡逻营地, 营地的胃骨下, 已经站着罗列田与鲁奎, 两人愁眉紧锁轻声讨论着, 显然是为了今天这场战斗而感到头痛, 鲁队长, 你的伤势如何, 皱深深漫步过来, 气度聪容问, 鲁奎见识皱深深, 他苦笑道, 昨夜吃下黄老大人调的药, 好了不少, 但要是今天让我上场, 我没有把握能已赢, 皱深深轻描淡写道, 既然鲁队长的伤还没好, 自然不宜出场, 由我来会会那颜龙琴, 罗列田与鲁奎皆是眉头为咒, 他们对咒深深没有信心, 在他们看来, 咒深深比起颜龙琴还要输一筹, 鲁奎倾壳一声道, 咒队长, 你真的有把握吗, 罗列田咬牙道, 这场还是由我来, 要是实在不行, 我会认输, 我们还是得看明天的, 咒队长是明天的主力, 可不能让那姓颜的给伤了, 没有第三场了, 咒深深脸色冷冰冰, 我今天就能结束蟒牛村的挑战, 咒深深言语之间充满信心, 鲁奎与罗列田都是有些讶异, 这时, 周凡也到了, 他看了一眼三人笑问, 你们在聊些蛇吗, 如果是烦恼今天与蟒牛村的打斗人选, 那就由我来吧, 鲁奎与罗列田又是愣了一下, 咒深深要上场, 他们可以理解, 但周凡也想上场, 难道一觉睡醒, 都变天了不成, 咒深深冷冷看向周凡道, 周队长, 我承认你在力气段很强, 但这可不是说笑的, 今天可是爆发段的战斗, 对宇宙深深这冷冰冰的性格, 周凡早已习惯, 笑道, 我当然知道, 不过我已经是爆发段了, 鲁奎三人皆是愣住了, 周凡成了爆发段, 诡异修仙世界第129章字笔, 第129章字笔, 鲁奎有些失神道, 啊, 周队长, 你是怎么突破的, 这件事实在是让鲁奎太吃惊了, 毕竟前段时间周凡还找他询问爆发段攻法一事, 这么快就突破了, 周凡解释道, 我找到了爆发段攻法, 感到力气段也差不多了, 练了这爆发段攻法就进入了爆发段, 鲁奎有些无语, 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他想问的就是周凡如何得到了爆发段攻法, 但周凡显然不想多说, 鲁奎就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深究, 咒深深描了鲁奎一眼, 鲁奎不敢将爆发段攻法传给周凡, 那周凡的来的爆发段攻法或许来自那位看中他的燕归来大人, 想到这里, 周深深在心里哼了一声, 不就是得到一个大人物看中, 有什么了不起的, 罗列田笑道, 要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 周凡踏入爆发段, 他们明天就更有把握了, 黄毛两位浮尸这时也到了, 他们听到周凡突破成为了爆发段舞者, 微微愣了一下, 也与周深深有类似的想法, 没有细问下去, 他们不敢将官家的三元暴具攻传给周凡, 但燕归来大人实力深不可测, 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甚至传授的未必是官方的三元暴具攻, 周深深周眉冷冷道, 就算周队长刚刚踏入爆发段, 也不会是严隆琴的对手, 还是不要上场的好, 周凡有些不解, 为什么周深深如此反对, 要是他上了, 他肯定能赢严隆琴, 毕竟他一被爆发下, 那就是四万斤了, 严隆琴靠蛇门来赢他, 但周凡只是当作一番好意, 他温和道, 我修炼的爆发段功法比较特殊, 我还是有把握的, 鲁魁沉吟了一下道, 既然周队长有信心, 那就让周队长上吧, 鲁魁想着周凡没突破前就有七千斤, 现在爆发后, 就有一万四千斤, 那严隆琴爆发中断就是多一双, 腿爆发, 力气还有些不如周凡的, 这样两相比较下, 双方差距也不算大, 也许能已赢, 至于周深深爆发中断是一万斤, 力气与严隆琴的差距有些大, 没有意外的情况下是基本没希望赢的, 鲁魁不认为周凡会在这种紧要事情上说谎, 黄毛两位扶持也是轻轻点头, 周深深心里有些怒意, 但他有些不肯说自己踏入了爆发高段, 心里想着一鸣惊人, 现在鲁魁这些人却说要将出战机会给周凡, 他怎么一鸣惊人, 周深深冷声道, 那周队长就和我先来一场, 你赢了我, 我就无话可说, 罗列田在一边连忙道, 不可, 不可, 哪里有大敌当前, 自己人先打起来的道理, 有话好好说, 周深深只是冷眼看着周凡, 他在等周凡回应, 毛服尸笑道, 都是一个村子的, 要是实在想比, 那就单手互推比谁的力气大, 谁大谁就上, 这样就不会失了和气, 单手互推是流行在舞者间的一个小游戏, 就是双方皆伸出一只手碰在一起, 互相用力推, 谁的力气小就会被推得倒着走, 周凡想了一下道, 也行, 周深深自然没有意见, 就算是爆发段, 也主要以力气来区分双方的强弱, 周凡宇周深深皆是踏入了一个白圈内, 谁被推出圈就算谁输, 这是力气的纯粹较量, 周凡宇周深深皆是将一手附在背后, 伸出了右手, 与对方的手掌拍在了一起, 毛服尸喊了一声开始, 周凡与周深深皆是同时用力, 周深深的力气只有五千斤, 周凡因此一开始只用上了七千斤的力气, 周深深早已知道周凡的力气比他大, 他也没有客气, 在周凡手掌传来距离的瞬间, 他的右背揍然棚, 仗了起来, 周凡被推得后退了一步, 周凡见周深深使用了爆发手段, 他的右背居然长大, 事实上他不用爆发段也能已赢, 他用爆发段是不想太过惊世骇俗, 否则他没爆发就将爆发的周深深推出去有些解释不通, 周凡稳住了脚步, 周凡叹红色的粗, 撞右背让旁观者们皆是有些惊讶, 这显然不是他们常练的三元暴巨功, 周深深冷哼一声, 在他看来周凡一倍爆发就有一万四千斤力气, 他要赢就必须全力爆发, 周深深毫不犹豫, 全身骤然长大一轮, 金肉囚结的他要将周凡一下子推出圈外, 让他摔一跤直到天高地厚, 爆发高段, 罗列田忍不住惊呼了出来, 鲁魁与两位浮尸也是忍不住露出惊讶之色, 周深深居然成为了爆发高段舞者, 周凡也是被推的后退了几步, 周深深爆发一万五千斤力气在他意料之外, 他下意识将力气放得最大, 同样是一万五千斤, 脚步踩止住了, 周深深有些惊住了, 他预想中的情况没有发生, 这人的力气达到了一万五千斤, 这是怎么做到的, 不是说好力气七千斤的吗, 鲁魁四人也是轻轻移了一生, 他们本来还以为周凡要输了的, 毕竟周深深现在是爆发高段, 比周凡还要多一千斤力气的, 一千斤足以决定胜负, 但周凡居然站住了脚步, 周凡也是争了一下, 他没想到自己的力气被周深深测试出一万五千斤了, 不过他很快笑了笑, 他将力气加大到两万斤, 然后周深深奋力挣扎下一步步后退, 每一步都在地上印下深深的脚印, 直至周深深被逼的退到白圈的边缘, 周凡才收回了手, 笑笑说道, 承让, 周凡心里有些无奈, 原先他要是知道周深深力气这么大, 他就不站出来了, 不过都这样了, 他就算想装作书也是不成的了, 两者的身体形态都已经缩回原状, 周深深还是有些发愣, 他居然输了, 他只是深深看了一眼周凡, 我输了, 周深深能感觉出来, 周凡在轻松将他推出圈外时似乎还留有余力, 旁观这场比赛的鲁魁四人有些愣住了, 爆发高段的周深深还是在力气上输了, 这实在是有些难以置信, 周队长, 你的力气究竟是多少斤, 黄福时有些亚异问, 这肯定不是七千斤, 昨天回去小小进步了一下, 两万斤, 周凡犹豫了一下, 决定坦诚相告, 鲁魁四人面面相去, 他们以为周凡说的是爆发之下两万斤, 那就是基础力气都有一万斤了, 这也太恐怖了, 不过周队长现在是爆发初段, 只有双臂爆发, 周队长爆发高段, 在爆发上更全面一些, 毛福时有些犹豫起来, 毫无疑问, 周凡的力气更大, 但爆发段看的不仅是力气, 爆发中断霜, 腿爆发增加的移动速度, 我输了就是输了, 让周队长去吧, 周深深说完就走到一边不发一眼, 他不想再参加这场比斗了, 周凡显现出来的力气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爆发高段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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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深满脑子都是这种想法, 在力气上他还是输了啊, 周深深自愿退出, 毛福时他们也没有再勉强, 毕竟他们也不太确认哪个更合适, 干脆就让周凡上了, 鲁魁等人也知道周深深一向是心高气傲的人, 输了会这副样子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时间谁也没有怎么说话, 过了好一会, 莽牛村的人才过来, 来的人是昨天那颜龙琴汉形容猥琐的中年人, 那个名叫阿辉的青年也不知道是伤没有好, 还是输了不想再来丢脸, 莽牛村的人来是汹汹, 颜龙琴扫视了一眼三秋村众人沉声道, 今天是我上场, 三秋村是谁, 周凡就站了出去, 是你, 颜龙琴看着周凡眼神为宁, 他本来以为这少年只是力气高段, 没想到居然还是一个爆发段高手, 诡异修仙世界第130章让你三招, 第130章让你三招, 为古附近周凡与颜龙琴都站了出来, 黄浮师看了一眼两人道, 第二场爆发段对爆发段, 允许使用兵器, 严禁使用符, 点到极止, 不得故意伤人性命, 明白了吗? 第一场力气段的对决, 只需要看双方谁的力气大, 但爆发段就不是这样了, 而是允许用兵器来对决, 周凡与颜龙琴皆是点了点头, 颜龙琴手中拿着一杆长枪, 他冷冷地道, 我本来以为上场的会是鲁奎, 这样我可以与鲁奎了结过往的仇怨, 但没想到会是你, 这样也好, 你打伤了阿辉, 今天就当是替阿辉报仇了, 周凡淡然道, 报仇, 你不行, 颜龙琴冷笑道, 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 今天就算鲁奎没有受伤, 他也不是我的对手, 前段时间我就已经踏入爆发高段了, 鲁奎, 罗列田, 黄毛两位浮尸皆是脸色微变了起来, 要是这样, 那周凡的力气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 唯有皱身身面无表情, 他抬头看天, 眼神忧郁, 周凡脸色平静无波道, 我说你不行, 这样吧, 我让你三招, 不可, 鲁奎与罗列田大声叫了起来, 他们觉得周凡这样做太莽撞了, 对方可是爆发高段的舞者, 就算是爆发中段也不可以让招, 莽牛村那个形容猥琐的中年男子冷生直问道, 三丘村是要干扰比斗吗, 规则可是不允许外人干扰比斗的, 黄浮尸对着鲁奎, 罗列田两人摇了摇头, 让他们不要出声, 严隆琴哈哈狂笑了起来, 这可是你说的, 你不要后悔, 对手愿意让招, 严隆琴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这少年果然是年龄太小了, 不知他们两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那这长笔斗就没有悬念了, 他只要一招最多两招就能将对方挑于枪下, 这少年一旦有了让招的想法, 想再出手反悔就迟了, 严隆琴心理极为比是这种做死的行为, 严隆琴全身骤然长大, 整个人变得有七尺高, 他手中的长枪刺周凡刺去, 带起凌厉的破风声, 这一枪无论速度还是力气都达到了他能施展的极致, 就在枪刺来的瞬间, 周凡身影一晃, 呛得一声直刀出鞘, 当得一声, 整杆长枪束束飞了起来, 冷力的刀尖抵在了严隆琴的喉咙间, 握住直刀的右手臂粗, 壮如巨人之臂, 灼红如炭火, 有着淡淡的白雾鸟鸟而起, 快, 实在太快了, 在他们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黄浮师愣了一下才大声喊道, 三秋村周凡胜, 周凡一开直刀, 说了,严隆琴在刀尖抵住喉咙的时候, 他背部汗如僵出, 现在能动了, 他的身体迅速缩小, 那张脸长得通红, 张口欲言, 却是久久不知该说些什么, 严隆琴身后的中年男子有些傻眼, 不过他反应过来之后一脸悲愤道, 这不算, 三秋村作弊, 这周凡明明就说让我们三招的, 怎么可以出而反而, 周凡脸色平静道, 这可是比斗, 我说让招你们就信, 那是你们太蠢了, 毛浮湿脸色为冷道, 比斗没有说过不能用话狂人, 我们只看结果, 蟒牛村输了就是输了, 难道你们还输不起吗, 中年男子被噎住了, 确实, 比斗没有说不能用言语进行欺骗, 严隆琴更是气的直欲吐血, 周凡能以迅雷之势一招击败他, 是因为周凡说了给他让招, 当然他有想过周凡会在关键时候抵挡不住反悔出手反击, 对此他有心理准备, 并准备好相对应的招数来应对, 但是他没想到周凡一开始就没有准备让招, 所以他在刺出那枪时, 有进无退, 脑子没有想过任何闪避的招数, 谁知道这周凡的力气远远超过了他, 能一刀将他手中长枪崩飞, 之后又用刀尖抵在他喉咙间, 让他彻底失去了再战的可能, 严隆琴从来没见过实力远胜于他, 还要用计谋的无耻之辈, 但输了终究是输了, 武者的尊严让严隆琴嗓子沙哑道, 是我输了,中年男子气的浑身颤抖了一下, 但严隆琴都开口认输了, 他也无法自, 严隆琴走过去捡起长枪, 枪杆上有着一个明显的刀口, 周深深看着严隆琴那颓丧的脸, 他对严隆琴会输一点都没意外, 毕竟周凡与他推手的时候, 可是留有余力的, 两万斤还留有余力, 就算是周深深也难以说清, 现在的周凡力气有多大, 因此就算严隆琴有爆发高段的实力, 也是远远比不上的, 周深深对这个敌对村的巡逻对长忽然产生了一种同病相连的情绪, 他深深叹了口气, 他第一次认清自己是有多妖的渺小, 但很快周深深深吸口气, 他双眼很快由暗淡变得亮了起来, 他现在是落后于周凡了, 但他不会放弃的, 终有一天, 他会超越周凡, 严隆琴拍了拍同伴的尖头, 是一可以走了, 输得这么难看, 多留一瞬, 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等等, 周凡开口叫住了严隆琴两人, 严隆琴两人转身看着周凡, 严隆琴板着脸, 在他看来, 周凡最多就是出言讥讽他们两句, 这种话对他来说算不了蛇吗, 他难受的是自己输了, 而且村子里带来的五百玄碧也没了,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财, 这代价已经不算小了, 周凡脸容温和道, 你是不是不服气, 严隆琴沉默了一下道, 你的实力确实比我强, 这没有什么不服气的, 严隆琴觉得, 单凭周凡表现出来的巨大利器, 对手就算没有用这种计谋, 他也支撑不了多久, 周凡脸色冷了下来道, 你服气就好, 蟒牛村最好小心一点, 不要遭到强大怪绝袭击, 否则我必定登门挑战你们, 按照规则, 只有服尸上报天良里遭到强大怪绝袭击有所损伤, 才能向那个村子发起和村挑战, 严隆琴两个蟒牛村人脸色大变, 要是他们真的遇到那种情况, 凭着周凡艺人的实力, 他们蟒牛村恐怕难以抵挡, 感谢观看,